第四月考量到 我們人員耐受和身體的調整 一個良好的公眾環境 對飛行安全來講 是非常所要的一個任務 在空中還有陽光質色的關係 會非常適合 基本上都是要全程都可以 都要有空調的情況下 才可以做飛行 台灣面臨限電危機 新軍人要求公務機關 關閉了氣節電 國防部也比照辦理 要求入海空三軍一起 但卻遭飛官抨擊 根本慘無人道 而罔顧空防 不只是飛官熱的辛苦 民眾也要注意囉 近日氣溫不斷飆高 台電預測9號與10號 會亮起限電警戒紅燈 他沒有講會限電 台客說可能會有紅燈 但是沒有講限電 行政則表示 沒有意外情況下不會限電 也再次呼籲 希望民眾一起接電 應該是翻到左右 和平電廠的鐵塔 就可以第一階段的搶修完成 它就會有電出來了 真正中心 台北報導 Elaine 工臨 工臨 工斨 工臨 流